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 美国的一中政策家住有条件适用 美中在台湾议题上越走越远吗 台湾的国民党副主席夏立严访问中国 医学科普类的丁湘元系列账号微博奇诈号 传经济学家张维莹也遭涉死 中国良心人权律师高智胜失踪五年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举办祈祷会 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后 引发中方强烈反弹 在近离台后 解放军以绕台军演 试射导弹 频频跨越台海中线等方式 持续威胁台湾和周边地区 第四次台海危机已经爆发了吗 美中之间军事误判的风险有多高 对于中国试图通过危机改变台海现状 美国及其盟友应该如何应对 以下是本台记者凯迪就这些问题 对美国国务院前东亚及太平洋事务 助理国务卿史达伟所做的专访 史达伟先生 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首先您认为 我们现在距离第四次台海危机还有多远 有很多人对这个危机的预测 和相应的风险都发表过看法 当然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想要这么做 他们就会这样做 但试图提出一个实际的数字 或者日期等的我认为并不是很有效 过去我们已经看到过中国共产党的活动 他们发出威胁 就是为了让其他人退缩 不采取行动 并借此为自己牟利 而这些威胁往往是空洞的 这就类似于他们做出的承诺 比如说对香港问题的中英联合声明 所以基本上中国政权一直通过承诺 来巧妙地利用全球规则 让其他国家的人做他们想要的事情 而在台海问题上 他们也是发出威胁 而我认为他们并不打算 或者不能够兑现这些威胁 但人们都无条件地退缩了 这就是问题所在 当你是一个小国或者是中等国家的时候 你可以做出所有这些承诺和威胁而不对线 没有任何的实际反作用和成本 但当你是一个大国 或者有野心成为大国 这样做会丧失你的信誉 而现在的中国已经毫无信誉 话说回来第四次台海危机 什么时候会发生 虽然他们威胁说 它随时可能发生 但我认为从历史上看 他们很聪明 不太急于立即采取明确的行动 但他们的确会须一张声势 史达伟先生 那么您认为中国目前 更多的是在用威吓的方式 而非实质性的行动吗 百分之百是如此 当你说到战争时 以我的军事职业角度来看 我会想到炸弹或者子弹 杀人和破坏 但我们必须改变这种看法 因为这不是中国看待战争的方式 每个人都需要摆脱这种习惯 只从军事和行动方面来进行思考 否则就会落入中国的圈套 让他们继续击败我们 自由的运作却没有受到来自 自由世界的任何阻力 在军事之外的所有其他领域 没有哪个会比军事行动的破坏力更高 他们都在破坏着我们的社会 经济和平与稳定等等所有这些东西 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一点 史达伟先生 您曾经担任过驻华武官 据报道 在解放军最近演习期间 中国高级军事官员 没有接听美国同行打过来的电话 那么在双方紧张度如此之高的形势下 您如何看待美中双方误判的可能性呢 你回想一下2001年 当一架中国战斗机撞上了一架 在国际空域的美国EP3侦察机 这完全是中国的非法和可耻的行为造成的 而中方在接下来的四天里都不接电话 我认为这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害怕接触 他们不想达成协议之后 又被老板拒绝 让他们陷入困境 我感觉他们可能认为 我们来找他们 希望对话是他们力量的表现 我认为他们是用这种方式来让我们难堪 回到关于误判的问题 这些计算都是基于我们对他们活动的反应 封锁区域 军演 跨越中线 等等所有这些行动 以及我们对此的反应 都是他们算计的一部分 当我们看起来像是在努力寻求和平 或者是祈求他们与我们对话时 这会让他们认为自己拥有优势 但他们实际上没有 我认为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是 我们能够对话 你们知道如何找到我们 只要你准备好了 我们就可以对话 但与此同时 我们会继续做我们该做的 那么您认为中国在多大程度上 已经改变了台海现状 美国和区域国家应该如何有效应对 我们应该以不对称方式回应 如果我们尝试以对称的方式 就会落入他们的掌控 让我们看看不对称作战的选项 普京入侵了乌克兰 但在理论上 他说这样做 是因为不想让乌克兰加入北约 他从中得到了什么呢 又得到了什么反应呢 你可以看到 芬兰和瑞典都加入了北约 这实际上是比入侵乌克兰 更糟糕的结果 我认为我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 我们应该想办法 以一种不对称的方式来惩罚中国 也就是说 你知道我们可以用多种方式来对付你 那么回到前一个问题 您认为中国在多大程度上 已经改变了台海现状呢 我以乌克兰为例 2014年 普京第一次入侵乌克兰的 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的时候 并没有改变现状 他在乌克兰开辟了一个 以前被认为是主权领土的区域 各方的反应很微弱 这没有阻止或者威慑到俄国 但这一次的反应呢 要好得多 我以此为例来说明台海问题 导弹的确是飞越了台湾 但这并不意味着 每次都会发生这种事 片段不等于全貌 外界一般的看法是 现状的改变 因为这事情将会永远如此 我不认为必然是这样 看看是谁在制造挑衅 很明显 他们对一个和平的国家 发射导弹的很兴奋 是的 它已经发生了改变 我要说的是 我们可以用乌克兰的例子 来阻止进一步的变化 惩罚这种行动 事实上台海现状已经被改变了 但我们可以弥补 我们可以实际上把形势导向 对他们不利 而不是对其有利 来威慑他们的进一步行动 基于目前的形势 您如何评价拜登政府 对台湾支持的决心 比如派出航母战斗群 持续在台海附近 拜登总统也曾说 如果中国发动进攻 美国军队会捍卫台湾 要说抱歉 我早先对于拜登政府 持批评态度 但在这一点上 我认为他们做得很好 总统是政府的头号决策人 拜登总统曾在 三个不同的场合表示 美国不会坐视不理 允许中国入庆 接管或者永久改变现状 与此同时 日本人一再重申 他们会参与其中 你也听到澳大利亚政府说 澳大利亚不参与 是不可思议的 这是我们能够得到的最好回应 任何对台湾的冒险行动 都会损害东亚和东南亚 每个国家的经济 阻止这种行动 光乎每个人的利益 因此我们可以利用 我们的体制 并利用盟友和合作伙伴 向中国传递出信息 现在这样做 是不值得的 退出吧 史达伟先生 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以上是本台记者凯迪 就当前的台海危机 对美国国务院 前东亚籍太平洋事务 助理国务卿 史达伟所做的专访 解放军近期在台湾周边军演 台海局势剑拔弩张之际 中国国务院发表白皮书 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强调愿意继续与最大诚意 尽最大努力 按照一国两制 实现两岸和平统一 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这是中国政府时隔22年 再度发表台湾问题白皮书 向前请听记者高峰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8月10日联合发布 台湾问题与新时代 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 形容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是中国共产党 史之不虞的历史任务 白皮书点名批评 民进党当局 与加紧进行台独分裂活动 外部势力极力高以台制华 企图阻挡中国实现完全统一 以及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 是争取和平统一进程中 必须清除的障碍 强调台湾自古属于中国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 而是中国的一部分 不容质疑不容改变 台湾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 参加联合国以及其他只有主权国家 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 任何歪曲事实 否定和挑战一中原则的行径 将以失败告终 白皮书表示 祖国完全统一的进程不可阻挡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 两岸制度不同 不是统一的障碍 更不是分裂的借口 强调大陆 绝不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 留下任何空间 白皮书称 中国愿意继续以最大诚意 尽最大努力 按照一国两制 实现两岸和平统一 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 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 与其分裂活动 绝非台湾同胞 非和平方式 将是不得已的情况下 做出的最后选择 点名要求美国 恪守一中原则 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台湾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 吴色志认为 最新的台湾问题白皮书 把中共二十大后的对台方略 做出勾勒和铺陈 他其实在针对一国两制 这样的一个内容 其实有比较多的一些论述 尤其他强调这是一个 所谓的民主的方案 这是一个共赢的方案 因为香港的一个情势发展 导致了国际社会 以及台湾对一国两制 是相当的排斥 也就是说 中国所提出的这些的承诺 恐怕会让大家认为 中国这个只是一个 所谓的裹着糖衣的毒药 那未来当中 他适用在台湾 纵然他可能会提出 特别专属于台湾的方案 但实际上 这样的方案 也是随时都有可能 毁诺 无色指说 白皮书凸显了 两岸价值观的差异 中国试图的把所谓的 台湾的所谓的台独 网络分子 或者是台独的势力 刻意去强调 与境外势力的勾结 但是他却没有去思考到 一个问题 民主这两个字 或者是民主价值 一直都是台湾链接国际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 凸显的就是 中国与台湾 不只是一个制度上的不同 它也包括政治信仰 政治价值 以及社会文明的不同 中国希望两岸能够走向统一 但是实际上 这样的统一 并不会带来任何的好处 北京曾于1993和2000年 分别发表 《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 和《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 两分白皮书 有分析认为 当年两份文件均提及台湾 可以有自己的军队 大陆不派军队 也不派行政人员驻台 然而 最新版《台湾问题》 白皮书却没有重复有关承诺 当然中国会辩解说 不再提不等于承诺就放弃 但是中国也很容易因为说不提的 而把这个当成一个历史文件 其实这一次不仅仅没有提到 所谓的一国两世内容当中 针对所谓的台湾保有军队 台湾保有所谓的全然完整民主的一个制度之外 他也这一次的白皮书里面 其实如果仔细看的话 并没有特别去强调九个共识 所以显然 中国他并不太在意台湾自己 拥有什么样的一个制度上的价值 而他里面所谈到的都是 以从中国的角度来去思考两岸关系 来去诠释对台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政策 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助理教授 曾伟峰也认为北京不再重视台湾一方 对两岸统一的观点和憧憬 过去的白皮书 他可能还会有一些承诺台湾有一些自主性 从那个过去 然后一直到习近平时期的一个转变 就是他现在并不像过去一样 寄希望于台湾人民 或者是寄希望于台湾那个政府当局 那这次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他已经讲到所谓的进程 就是一定要有一定的进程 他已经不会寄望跟你谈出一个 可以让你接受的方式了 认为中国已经有能力把台湾吸纳进来 就是不需要承诺了 有人则认为白皮书的措辞相对温和 与中国人民解放军连日来 在台海周边的军演形成对比 第一个他是立场的宣示 第二个他是宣传嘛 对台湾社会其实进行一个宣传 不管是台湾的那个民间组织啊 政党啊 你刚讲温和我同意 他认为这个不是矛盾 认为他军演要打击的是台独势力 还有跟台独势力共谋的美国的外部势力 可他和平统一 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呢 在他的论述里面 他说这些台独分子其实是极少数一小撮 其实简单来说就是现在民进党当局 对他来说是这样 台湾总统蔡英文 8月10日在民进党中职会表示 中国大陆罔顾两岸的现实 一厢情愿发布白皮书 目的是武力恫吓台湾的同时 向那些畏惧中国和有意妥协的人招受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近日 一份美国澳大利亚与日本的外长联合声明中 在一中政策之后 加入一句在适用情况下的说明 这情况同样也出现在 七大工业国集团G7上周的联合声明中 与此同时 北京公布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 美国和中国在关于台湾议题上的分歧 会持续扩大吗 请听本台记者唐元元的报道 美国多次重申自己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 但近来多个外交文件夹了这句 在适用情况下 一中政策会是有条件适用的 这有什么新意 美国在台协会前台北办事处处长阳苏蒂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 这些声明并未对一中政策带来实际改变 他告诉记者 在一中政策的后面加入在适用情况下 这只是在暗示一中政策并非在所有情况下皆适用 因此中国应该要自我节制 另一方面 北京政府宣布完成对台军演各项任务的同一时间 10日发表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 宣称尽最大努力和平统一台湾 但仍不排除对台动武的可能 另外 这次新时代的对台白皮书中 未如以往的对台文件提到允许台湾保留自己的军队 杨苏蒂认为 这是北京有意缩小台湾在一国两制下的自治空间 厦门大学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创中心主任刘国生 接受台湾的中央社访问则指出 北京发表白皮书旨在应对美方的挑战和民进党当局的挑衅 不过白皮书与中国一直以来的对台政策路线相同 仍旧以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为首要目标 中国一心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多数台湾人却是不买单的 根据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今年6月的民调显示 台湾人民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 以从1992年的25.5%降至2.4% 而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 从1992年的17.6%大幅上升至63.7%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元元报道 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 10号率团访问中国 称与台商和台生见面 但没有排定与官方会面 失职中国在台海周边军演 引起台湾各界和国民党内部的质疑声浪 台湾总统蔡英文指出 国民党此刻前往中国 令人民失望 更是向国际社会传递错误的信息 请听记者夏小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2015年马席会的时候 担任台湾主管两岸事务的大陆委员会主委 现在是国民党副主席的夏立言 在10号率团访问中国 预计接受7天的隔离和3天的居家检测之后 在21号展开7天正式访问 将走访福建 广州 东莞 深圳 杭州 昆山 江苏 上海 厦门等地 主要是与台商和台声台卷等餐序和座谈 正值美国政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 北京对台湾发射导弹围台军演 竞销农鱼产品 抓台湾人等全面性报部的当口 夏立言此行备受争议 身兼民进党主席的蔡英文总统 10号就在民进党中常会开炮说 大陆委员会发言人秋锤正也指出 民进党及立法委员蔡世应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也说 国民党在这个时间 应该要和台湾表达共同的态度 向来主张两岸必须对话 才办完台北上海双城论坛的 台北市长何文哲也说 如果夏立言是要到北京抗议 大陆封锁台湾那就去吧 不然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要去 国民党内也有青年派不埋单 担心夏立言访中拖垮国民党 九合一选情 发起了联署要求停止出访 聆听民意 还几乎恳请败家老头放过国民党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则在中常会 发言力挺副手 强调国民党爱台湾 亲美是爱台湾 知日有日也是爱台湾 和平让台湾和中和路也是爱台湾 希望两岸持续对话交流 不要冲突对抗 甚至兵戎相见 前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受访 反问蔡政府 两岸官方本来有热线电话 江启臣说 有没有沟通 危机的当下 陆委会主委那只电话 有没有拿起来打 我本来比较想知道这个 那你今天政府做不到 政府不做 那你也叫在党不能做 那到底要怎么样 美国鼓励你要对话 对不对 要沟通 要和平解决争端 那蔡政府对美国这样的呼应 你没有做了什么 夏立言出发前 在台湾桃园机场表示 这是六月就计划的行程 并依法向陆委会提出 翻台之后也会依法提出报告 面对反弹声浪 夏立言说 台湾是多元的社会 很多人有意见 也有很多人支持 各种声音都尊重 被问到他会与谁见面 夏立言说 夏立言提到 疫情影响两岸 很多在大陆生活的朋友 学生面临困难 在台湾地区 其实也有很多中小企业 农渔民碰到困难 这么多年来 因为疫情没有人关心 政府因为两岸关系 现实影响没有办法做到 对于陆委会认为 此时仿中时机不移 夏立言说 我觉得在陆委会眼里面 大概没有什么适合的时间 夏立言提到 台湾驻美代表 萧美琴在美国也说 希望两岸沟通 蔡总统最近也在一个场合表示 希望两岸有意义对话 都持开放的态度 夏立言指出 沟通跟联系绝对是好事情 不会因为被戴帽子 或是军演就却步 他说 对于夏立言表示 访问中国想帮台商的忙 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 荣誉总会长张汉文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 择持保留的态度 对传出夏立言 受到中方邀请安排 甚至传出可能 与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国台办主任刘洁一会面 张汉文言判不大可能 他说国共没有沟通好 而且台海局势这么不稳 不可能节外生枝吧 对于夏立言访中有何期待 一名不愿居民台商会长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之言 对于有人认为 中国方面邀夏立言访中 是为其文攻武贺转移焦点 照台阶下证明台商访问 他表示不沟通就没有交流 还说两岸军演台商不紧张 台湾没有得打 有什么好紧张的 你如果说两边势均力敌 打起来会很惨 一个蚂蚁跟大象打的话 那你有什么好紧张的 就是等着被人踩而已 你要认清事实啊 台湾淡江大学名誉教授赵春山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透露 夏立言征询过他的意见 但人算不如添算 这个两岸关系这么紧张的时候 你这个跑里大陆干嘛 是不是要去舔供了吗 所以我当时我老实跟你讲 我心里面想 不要去算了 可是已经都已经那个安排好了 是不是 也该去了 我们很多台商 很多这个重要机会 你看卖鱼的 这个水果的 你不能通通卖不出去 通通要我们自己吃啊 是不是 所以当然要去了 而且我站在国家的利益来看 如果我是民进党方面 我当然这个希望有多一个管道嘛 赵春山表示 他鼓励夏立言去不要谈太多的政治 光替台商和台湾人民出一点声音就好了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夏小华 台北报道 中国医学科普的丁香园系列微博账号 近日全遭禁言 此外 也传出中国知名经济学家张维莹遭到全网封杀 不符合中国主旋律的言论 现在是不是都得清零呢 而在严格的言论管控下 中国网民还可以谈什么呢 以下是本台记者陈品杰的报道 有微博网民发现 常年进行医学科普的 五个丁香园系列微博账号 突然全部遭到禁言 记者翻略微博 这五个微博账号都已经被标记 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该用户目前处于禁言状态 而丁香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 自周一开始也未发布新内容 一位时常使用丁香园网站的 中国医学生就匿名向本台表示 丁香园官网的使用者多为医生和患者 其社群账号多用于对大众医学科普 就位中国医学生说 我请同事带读他的回复 我觉得丁香园更多的时候 是在中国狭窄的言论环境中讲真话 比如关于他们反对莲花清瘟 但其实只是解读了相关文献 没有承认他的有效性罢了 过去丁香园曾经对中国防疫专家 与官媒大力吹捧的莲花清瘟 提出质疑 这一次遭到禁言 外界估计原因可能是因为批评 动态清零政策 以及不赞成对海南西藏风控防疫有关 此外因为丁香园账号 曾经对中医的部分观点提出质疑 引起爱国群体 以及支持中医网民不满 指责其抹黑中医搞西方文化输出 甚至批评其夹带私货 就位中国医学生表示 丁香园上的许多医生 都是出自三甲医院 十分优秀 而许多医学生和临床医师 也都十分仰赖丁香园的资料 他透露很多医学界人员 对于丁香园社群账号被封一事 表示震惊 但是没有人知道被封号的原因 虽然科普社群账号被封 对医学界人员没什么影响 但这位医学生表示 对于民众来说是一大损失 丁香园 果壳 知乎 都可以说是诞生于一个对科学憧憬并尊重事实的年代 但他们被封禁 或者像知乎一样完全摒弃原来的理念 这是普通人的悲哀 除此之外 互联网上也传出中国知名经济学者 北大教授张维英遭到射死的消息 根据中美印象网站 张维英在8日遭到全网封杀 具体原因不详 张维英长期支持自由市场理论 支持推进市场化改革 也曾经针对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共同富裕表示 若引入越来越多的政府干预 中国只会走向共同贫穷 北京接春荣誉主编胡平在接受本台访问时就说 张维英强调经济领域的自由主义 在改革开放时代能有更多的言论空间 但现在中国当局对于任何反对意见都越来越敏感 连经济角度都成为审查重点 胡平说 而像张维英这种经济自由主义 他主要谈经济问题 他对别的问题谈的不多 谈的比较少 所以他张维英过去在江湖时代 他一直还是有比较大的言论的空间 那现在习近平可能对这种人都不满意 他的经济主张就是就比江湖更保守 对那种市场化改革本来就不满意 这并不是张维英第一次传出被封的消息 他的文章和演讲几乎发表之后立即遭到下降 他也多次传出被全网封杀 张维英在2018年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毕业典礼演讲时就如此说 这篇演讲内容在北大官方微信账号 刊出不到半天就遭到删除 翻阅张维英的微博 经现是根据博主设置内容无法访问 本台置信向张维英酬症被封杀已逝 但是在截稿之前并没有收到回复 胡平就感叹 许多知识分子在过去仍有一定的话语空间 但近年由于言论整肃越来越严格 几乎都被封杀 而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监视和压制人民的管道 过往知识分子相互激荡碰撞火花的时代 恐怕难以重现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陈聘杰华盛顿报道 被誉为中国良心的中国人权律师高之胜 失踪至今已经满五年 仍下落不明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济南教会 10号晚间为高之胜举行了祈祷会 他的妻子耿和录制视频发言时 希望大家能够为高之胜重获自由祷告 刚从中国监狱出狱的台湾活动人士李明哲 也现身祷告会 他呼吁美国众议员议长南希·佩洛西 关注中国政治犯的议题 以下是记者黄春梅发自台北的报道 在高智胜的祈祷会上 高智胜的妻子耿和跨海录制一段视频表示 身为律师的高智胜 为受迫害的信仰团体 基督徒法轮功 以及强制拆迁受害人代理等案件时 率遭北京律师协会 以及司法机关警告代理这些案件 但高智胜恪守职业道德和良心 顶住压力 为受迫害者提供法律援助 最终在2005年 北京司法局关闭了他的律师事务所 并吊销执照 2006年8月被拘捕 并以煽动颠覆国家罪 判了三年缓刑五年 这期间高智胜一家不断被公安骚扰 警察甚至住进了他家 2008年奥运期间 还阻止他的女儿上学 逼得耿河带着一双儿女踏上逃亡之路 九死一生辗转到美国 耿河感慨 一般人的手机里有许许多多家人 幸福团聚的视频 但是他们一家人仅有一张全家福 停留在小儿子两岁时 13年过去 这对他和孩子是一种奢望 他说每天早晨醒来都希望奇迹发生 刷着手机想找到先生的消息 常常被一种说不出的情绪淹没 高智胜失踪的十多年当中 除了其小受苦之外 姐夫因为病重取药被刁难而跳楼自尽 他的姐姐因为思念弟弟 加上长期被公安骚扰抑郁成疾 2020年5月也跳河自尽 高智胜仿佛人间蒸发 耿河还找上了算命时 听到先生身体出状况时 他忍不住泪流满面 我觉得对我 对我的家庭太不公平 我希望 我希望 我希望大家能为高智胜 这个前身的基督徒的身体 及他充获自由 同样遭中国以颠覆国家政权罪 关押五年辅出狱的李明哲 和妻子李金鱼共同出席 高智胜的祈祷会 李明哲接受本台访问时提到 上周和美国众议院议长 佩洛西会面时 佩洛西主动询问 对中国政治犯 能给美国政府什么样的建议 李明哲希望中国政府 不要以国家安全理由 剥夺高智胜和其他政治犯的权利 从我自己的经历 我希望佩洛西女士 要求中国政府 遵守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 我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现在对高智胜先生 所有的关押都违反他的法律 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 杨献宏在祈祷会上提到 他把高智胜出版的 2017年 《起来中国》这本书送给佩洛西 佩洛西看到封面高智胜的画像 非常激动 关心他失踪五年的消息 此外 杨献宏也向佩洛西提出 目前在韩国冀州岛 有数十名来自深圳改革宗 圣道教会教徒 因为受到中共破坏 集体流亡到冀州岛的事件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黄春梅台北报道 2018年 国际刑警组织撤销了对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 简称市维会主席 人权活动人士多里坤艾莎发出的 长达二十多年的红色通缉令 引发国际关注 艾莎近日出版了一本新书 以亲身经历 讲述了这些年来中国政府的长臂管辖 如何影响他的人生 以下是本台记者加奥的报道 在海外维吾尔社区中 54岁的多里坤艾莎是个有名的组织者 1994年逃离中国后不久 她就在德国协助成立了世界维吾尔青年大会 2004年4月 她还在建立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中 扮演了重要作用 并在去年连任是维会主席 近些年来 她持续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欧洲议会 各国政府 国际人权组织 讲述维吾尔人权问题 艾莎近日出版了一本 名为《自由运动的中国陷阱》 一个带着国际刑警组织 红色通缉令的维吾尔人 与中国霸权的博弈的英文书 披露了中国是如何渗透 并利用国际组织 剥夺他的人生自由的 她周三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正如书名所暗示的 这本书讲述的是 中共长臂管辖 对自由世界的渗透 这些都是在自由世界发生的事情 并不是在中国 或者其他专制国家发生的 实际上我遇到的问题 大多处在自由世界 生于新疆阿克苏的艾莎 从事人权活动已有30多年 早在1987年 她就在新疆大学成立了 学生科学与文化联盟 并在次年成为了 该校民主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 因此被校方开除 她于1994年逃离中国 不久后前往欧洲寻求庇护 并在2006年成为德国公民 美国之音此前报道 艾莎是在1999年 为了出席一场在德国举办的会议 在当地的一家中国领事馆 申请签证时 才得知国际刑警组织 两年前对她发出了红色通报的 艾莎表示 中国政府起初指控她 是杀人犯 抢劫犯 911事件发生后 当局就开始用恐怖分子来形容她 艾莎向本台记者介绍说 这本书描述了 她被红通的21年间 在世界个体的一场场 惊心动魄的经历 她还特别提到了一段 死里逃生的故事 2009年 艾莎在准备参加 亚洲民主化世界论坛时 被韩国海关拒绝入境 并遭到拘留 她当时担心自己 可能会被遣返回中国 甚至听说 中国警方已经抵达 仁川国际机场 随时准备把她押解回国 在多国政府向韩方施压下 艾莎终于在两天后获释 上述美国之音的报道还说 从2009年起 国际监察机构 公正审判 开始就艾莎的案情 与国际刑警组织联系 但后者始终拒绝 提供任何信息 2018年 公正审判发布了 国际刑警组织撤销 对艾莎的红色通报的消息 但该组织拒绝就此置评 现去美国弗吉尼亚州的 市委会中国事务部主任 伊丽夏提 周三对本台记者表示 她与艾莎已有十多年的交情 他们时常在华盛顿见面 在她看来 艾莎近几年的生活 并没有因红通被撤销 而变得更轻松 伊丽夏提年初 在本台发表评论文章说 在2017年 艾莎当选是委会主席后 她的父母死在了 新疆再教育营中 她的弟弟被判处无期徒刑 其他亲人也已经失联 伊丽夏提写道 随后几年里 艾莎在促成反制中共不当行为的 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以及判定中国对维吾尔人 犯下了种族灭绝的 英国民间法院 维吾尔族法庭等方面 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伊丽夏提对记者说 正因如此 每当艾莎到国外出差 她都会担心艾莎的人身安全 因为中共的长臂 令人防不胜防 艾莎则则在采访中 对本台强调 她出书的目的 就是为了促使自由世界进一步提升 对中共长臂的警觉 世界应该醒过来了 因为中国政府的长臂 正在试图削弱 甚至改写国际体系和国际法 因此中共对自由民主等 西方价值观构成了威胁 西藏自治区维持900多天清零后 传出新冠确诊病例 形同中国防疫的最后一块净土失守 日科则已经进入所谓的静默封控 有酒店业者证实 当地不能进也不能出 形同封城 拉萨宗教圣地的大昭寺 布达拉宫等景点都已经关闭 藏人排队买三八 准备出逃 他们说不是怕病毒 而是怕封城 以下是记者夏小华 发自台北的报道 新疆 西藏 甘肃 海南 三亚等 暑期旅游热点陆续爆发了疫情 尤其官媒报道 西藏在超过900天清零之后 再传案例 最受到关注 有网民就问 中国还有哪儿是净土 中国官媒9号报道 西藏多地突发疫情 启动区域性全员核酸 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 18人感染奥密克戎变异毒株 布达拉宫等景点 8月9号起暂停对外开放 官员称此次疫情感染病毒株 是奥密克戎BA.2.76 拉萨市已经划定了高风险区一个 中风险区15个 加强重点疫情防控 此外在阿里地区 有4名外来的游客阳性皆为无症状感染者 日克则则发现有5名人员阳性 西藏日克则宣布全域实行进幕管理 暂定实施3天 日克则疫情防控中心公告 包括酒吧 KTV 藏餐馆 洗浴场所等各类空间 密集娱乐场所和博物馆 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体 活动场所暂停营业 严控人员聚集 全市各个单位取消一切的活动 喜事缓办 丧事减办 业会不办 推特上流传的视频显示 日克则各核酸检测站大排长龙 拍摄者就说都是人排队做核酸 自由亚洲电台10号拨打 岳阳电话 向一家日克则的五星级酒店查询 前台刘女士证实 我们现在是整个日克则是封城了的 不能进也不能出去的 那已经到了那边的游客怎么办 就只能住在酒店里面了 这样子封城要多久呢 这个还不太清楚 我们政策还没有确切的消息 从什么时候开始封的 从8月8号凌晨开始的 也是临时的是不是 是的 吃的东西怎么够不够呢 这个我们也不太清楚 就是家里面怎么说呢 大部分娱乐场所是封闭了的 但是有一些买菜的地方 好像是可以买到的 他提到很多人取消了定方 中国新闻网报道 截至目前在西藏 至少已经排查到密接 次密接人员601人 均已实行隔离管控 西藏已经在拉萨市 日克则市 昌都市建成三家方舱医院 除备床位约4000张 主要收治无症状感染者 和轻症病例 全区还有7家的定点救治医院 主要收治重症患者 有基础性疾病和老年患者 有网民觉得扫兴 在微博留言说 西藏之旅行程全被取消 就只去了一个景点 仿佛来的不是西藏 自由亚洲电台10号致电 询问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 有关布达拉宫开放的情况 本台多次拨打 日克则以及拉萨 疫情防控中心的电话 都处于通话的状态 本台另查询 拉萨一家五星级的饭店 前台曲小姐说 他表示客人赶着离开 是担心如果拉萨成了高风险 怕不能进到其他的省份 走不了 曲小姐说 目前进入拉萨 需要48小时的核酸健康码 行程码都是要绿码 目前还能够在拉萨逛街 也可以在餐厅用餐 但是他强调 每天政策都会有变化 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有新的通知 他提到 有些地方做核酸得付5块钱 拉萨著名巴郭街上 一家旅行社人员 董小姐则告诉本台 董小姐透露 最近有点紧张 天天做核酸 没有封城还能够上街 但现在最好不要进来 拉萨的疫情还没有明朗 来了以后 蛇是能出去就不知道了 人在印度 达拉萨萨的藏人行政中央 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达瓦财人 10号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 昨天有和拉萨的藏人通话 他们表示有点人心惶惶 半夜三点了还在排队买 粘巴囤积粮食 所以粘巴店的门口就排了长队 特别是可以保存比较长久的买那些 米啊或者面啊那些商店 全部都排大排长龙 当时跟我们聊天那个 他们就说他一直排到晚上 三点左右 他们才买到了粘巴 然后他们再在晚上 还继续去那个做那个检测 他们做检测的目的是 因为你做了检测以后 你就可以离开拉萨 所以大家担心拉萨会被封城 所以要做好逃出去的准备 他们不太害怕那个病毒 因为他们都听过国外那些报道 知道那个病毒了 它基本上都是无感染的 他们是害怕封城 封城了以后哪里去不了 达瓦财人提到 当地政府宣布大型宗教活动 集会都暂停 但是街上人群排的密密麻麻 买食物做检测 其实也违反中共的命令 很多人担心因此染疫 但是也没有办法 目前听到阳性确诊者 多半是有跟汉人接触 或是做汉人游客生意的 西藏精神领袖 达拉拉妈出台代表 格桑坚称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提到 官媒宣称西藏超过900天 动态清零之后 疫情再起 但是他对官方吹捧出 所谓900天没有疫情的西藏神话 有所怀疑 格桑坚称说 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 过去三年以来 一直说西藏没有疫情 西藏没有疫情 所以大量的人进来 让他们进来 那现在突然被管口 说有疫情出现 人一直在进来 上千万上千万的 有如西藏没有 所以为什么要突然有疫情的形式 要管口 这会不会跟 比如美国和印度 要进行军事演习 格桑坚称指出 中共在西藏建铁路 机场 高速公路 高铁 目的就在将大量的汉人 移进西藏观光和居住 中共一直宣传西藏没有病例 对大量的汉人观光客 涌入西藏没有限制 造成西藏草原被破坏 私下却听说 好几十个西藏官员 因为疫情管控不利 被撤职惩罚 是否为了观光利益 而隐匿疫情 如今八九月 是旅游的旺季 网上却流传空荡荡的 藏区街道的视频 又看到拉萨居民排队满沾巴 日客则阿里则传出 严格封控的新闻报道 距离上海封城的措施 恐怕不会太远了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夏小华 台北报道 中国十多家钢铁集团 近期发出对市场前景的警告 其中有钢厂决定减产 降薪30% 甚至停产或裁员 业内预计 要有三成的钢企业破产 另外钢厂减产 导致上游焦炭企业减产 价格激跌四成 目前 山西 内蒙古等焦炭企业 正在制定 闷炉停产计划 以下是记者古婷的报道 受到市场需求锐减影响 河南安阳钢铁集团 近期发出内部通知 称公司已经正式通知各单位 自8月起 职工岗位工资下调30% 奖金根据单位创效情况而定 有公积金贷款的员工 要经常检查个人公积金账户余额的变化 以免发生断供 自7月份起 全体职工的住房公积金 公司部分都已缓交 个人上交部分 也未进入个人账户 市场人士表示 中国钢铁下跌 工厂停产 未来5年 中国钢铁行业要做好打应战的准备 安徽一钢铁业内人士石墙 本周三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 安阳钢铁集团 属于地方政府的骨干企业 由于受到国内整体需求下降 不得不减产 他说建房基建以及制造业萎缩 拖累了钢铁业 房地产和基础设施 对钢的需求 大概占30% 29到30的样子 它主要建筑钢材 钢铁的需求里边 第一是基础建设 房地产排第一 配上冰箱 配上电视 配上洗衣机 其他基础建设 大概需用钢材的30%左右 剩下的就是这个工程机械 就是这些个卡车 挖掘机 水土机 造船 现在这个由于房地产 不开工了 这工程机械这一方面 气球也在下滑 现在汽车的销量 也在下降 中国炼钢网 10天前转发 中国某200万吨规模钢厂发布 关于战危机定措施 坚定信心保生存的实质意见 指出钢铁行业急转直下的严禁形势 可能会持续多年 该文写道 之前已经有400万吨规模钢厂停产 600万吨规模钢厂部分员工放假 山东广福集团有限公司 7月19日全面停产 复产时间待定 受行业利润影响600万吨规模的江苏冰心钢铁 近期主动控产的部分员工放假 目前厂内铁水产量下降 河北金业集团发文称 目前钢铁行业进入全行业亏损 亏到何时还看不到头 何种程度还见不到底 要到30%的钢企倒闭钢铁行业才能进入盈亏平衡 正常经营的状态 江西新钢集团发文 该公司下半年调整经营策略 成本控制等工作都要进行重大调整 江苏沙钢集团则提出 不但要尽可能减少项目直接投资 还要充分考虑项目投运以后的实际运行成本 宝钢控股强调7月8月将是经营最困难的两个月 河北静阳钢铁表示 钢厂的利润缩水50%以上 5月份行业三分之一的企业出现亏损 6月份亏损继续扩大 7月份基本上全部行业都陷入亏损 同龄市复兴钢铁集团不久前发通知 称由员工工人提出辞职的工资发到2022年底 8月份起下调工资30% 限于8月15日前申报 钢铁业内人士石强说 目前几乎所有的钢铁企业都在裁员 在钢铁业一片焦虑和恐慌中 山钢集团 太原集团 湖南钢铁集团 等企业均发出预警 据报7月18日及21日 中国交贪业协会连开两次会议 商讨会员交化企业减产事宜 当前云贵 内蒙 宁夏等地 限产幅度已经达到40%以上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报道 听众朋友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 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台湾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说 富士康投资中国半导体企业 清华紫光的计划肯定不会通过 7月份曾有消息说 富士康计划向清华紫光 投资8亿美元 紫光作为中国具有代表性的 半导体企业 去年7月就宣布破产重组 引来各方企业投资的兴趣 富士康投资紫光的计划披露后 台湾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 曾经表示富士康要投资 大陆芯片公司 必须经过台湾政府的审查 否则将面临罚款 金融时报的报道还说 台海关系变得紧张 台湾国安部有意阻止 富士康对紫光的投资 但富士康则告诉路透社 他们仍然在和政府对话和协商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 美国商务部星期二 指控中国最大的电线电缆制造商 远东电缆有限公司违反美国的出口管制 帮助电信公司中心通信 向伊朗提供限制性技术 报道提到 美国商务部一封指控信披露 远东电缆与中心通讯签订合同 掩盖中心通讯与伊朗的业务 而这些业务 依赖于美国原产的路由器和微处理器 这一指控可以追溯至 美国在2012年对中心通讯展开的调查 在那次调查期间 远东电缆开始为中心通信工作 实际是充当后者的替身 规避出口管制 这一工作安排从2013年持续到2016年 据美联社报道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 最近召开内部会议 强调打击基地组织仍然是工作的重心 但该机构的资金和资源 将逐渐转向以中国为重心 报道指出 在结束阿富汗战争以后 拜登政府以及国家安全高级官员 越来越少谈论反恐 而更多的谈及中国和俄罗斯 带来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威胁 各位听众 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 谢谢收听 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